这边是这个路口处啦 后面有两个医疗汤 到时候是这边路口 在那个观察区呢 如果他们不舒服的话 那个黑CEO啦 我们Center的黑CEO 会叫他们来这边 稍作休息跟观察 如果没有事情 才给他们回家 不然的话 现场也是会有一个 Ambulance 就是我们救护车 待命的 就送他们到令青的医院 各位图者们 我是张凯祥和立园集团的 业务发展总监 我们的这个中心呢 很荣幸的受政府 选为我们这个PICAS 接种中心 所以我们会在6月28号 开始为民众跟企业接种 然后这边呢 我们一天呢 几乎差不多是可以容纳 4000人的人流量 以8个小时营业为EG 我们第一阶段 会为1500位工业人士接种 接下来呢 更多的疫苗 会由政府发放 我们会慢慢的 逐步的增加我们的这个 接种的人数 然后我们分为五个区域 就是有screening 然后registration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consultation 然后vaccination 跟我们的observation 五个区域 所以我们尽量 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帮大家接种 然后达到这个 80%的群体免疫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社会 才可以继续营业 继续的做这个企业的发展 谢谢大家